第二百九十集 我 哎哟 咋就忘记 教他该怎么重新开始啊 哎 我的表情一定是苦涩的 小青见到我这模样笑道 相公给他定情之物 的确是好宝贝 小青一定会好好保留的 也不早了 还是早些跟我回去拜堂吧 跟我说完 扭头喊了声 齐峰 齐峰就屁呆屁呆的跟上来 点头哈腰啊 哎 主子 什么事 小青直指我 他要是再跑 打断一条腿 齐峰点点头 一双贼眼使劲盯着我 我惊讶的问齐峰 你 你让他当主子了 齐峰很认真地点头 对我说道 吃食物者为俊杰 我劝你还是从了我家主子吧 要不是怕小青发飙 先把这没骨气的盗墓贼 打一半死 压得进风使舵 抱大粗腿的本事 都炉火纯青了都 估计我偷溜的事 也是他告诉小青的 我真是没招的 小青拿着手机 对我招招手 在齐峰的监视下 只能是乖乖跟着走 走温牌不管用 黄浮就更别提了 也不敢是 万一激怒小青 哥们怎么死都不知道 我一心之计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一边跟着小青前行 我一边打量这个陌生世界 很快我就发现不对了 这地方有山有水 有湖 三唐映月都有 表面上跟那正常世界 是没啥区别 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 鳌鱼之内 死气沉沉 没有飞行走兽 没有虫子 几乎一切活物都没有 除了我和齐峰 还有小青 除了往来的风声 这里沉寂得让人发疯 我不明白的是 黎陵和风筝刚去哪了 为啥两人一直没出现呢 小青说 风筝刚有点本事 用法器砸他来着 小青躲闪之际 风筝刚就跑了 在那之前 黎陵就先溜了 这鬼地方看似很大 其实也没多大 两人能躲到哪儿去啊 何况 心里糊涂地进来 就不想办法出去 现在的问题是 李玲并不知道 我也跟着进来了 他要是不救我怎么办 胡思乱想地跟着小青 走着院门十几分钟 来到一处院落 眼前的院落相当大 堕落在竹林前面 黄墙绿瓦 样式古朴 进去一看 丁台楼阁 跟那王府似的 我哪有心思欣赏啊 脑子转个不停 不知该如何是好 小青摆弄手机 带我到了右边一间厢房 厢房有些老旧 包括小青一挥手 房子就跟那 焕发了第二春似的 焕然一新了 小青对我笑 里面有吉福 你且去换上 待会儿我来找你 小青压根就不怕我跑 都不带威胁的 即使他不威胁我 我更害怕 有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 我都跑了两回 没跑了 我一激怒他 小青不比白做真的 性情不定 这要是再跑 说不定要用什么办法 对付我 何况这鬼地方 又能跑哪去 就算跑回镇子上 面对几万个鬼 小青也能把我给揪出来 何况身边还有一个狗腿子 戚风尖尸的 我很无奈地进了屋子 里边倒是干净 两扇小窗 房中摆设简单干净 只有几张松木桌椅 上有水壶水杯 右面墙壁上挂着一张 山水画 右侧的骨床上 放着一身大红肌服 崭新崭新的 不知道是不是小青变化出来的 看着大红肌服 我真是傻眼了 很自然就想到了 被裴香骗了 结明婚那段往事 哥们不能从啊 哥们不能那啥呀 啊 欲苦无泪地站在床边 戚风还劝我呢 哥们 到这步啊 你就从了吧 我知道你有本事 但跟我主子一比 根本就不够看 咱们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出去 暂时先这么着呗 等想到办法再说 你硬来是不行的 实实物者为俊杰 我俊杰你大爷 感情要跟蛇精拜腾成亲的 不是你 我也没搭理他 瞧着那声大红的脊肤发愁 这档口窗外突然有人喊 救救命啊 我怂然一惊 跑到窗户前推开一看 就见窗外一根粗大的竹子上 吊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 穿着皮夹克 背着个旅行用的小背包 背包袋挂在了树枝上 晃晃荡荡的呢 离地得有三米多高 鲑鱼真吃人啊 几二连三的往下钓人 到了现在 我多少知道点 鲑鱼虽然能吃人 但钓来的人 就没有被摔死的 毕竟是佛门神器 慈悲还是有的 不过 鲑鱼是放在林琼的古董间的 魏老爷子在顶层布置阵法 一般人是掉不下来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这人不是魏老爷子的门下 就是林琼又找高人了 不管是哪一种 斗着哥们的助力啊 我顿时精神一阵 想从窗户那爬出去 先把那哥们整下来再说 我没想到 齐风当狗腿的上瘾了 拔腿就往门口那走 喊道 猪砸 不 哥们掏出索魂牌 上去一牌子 就拍鸭后脑勺上了 索魂牌带着阴寒细息 拍得齐风 连哼都没哼出来 扑通在地上 说实在的 索魂牌这种勾魂力气 正是拍在脑袋上 寒气入侵 醉轻也得脑震荡 我呸了一口 狗腿的下上就该如此 趁这个功夫 我从窗户爬出去 挤不到了竹林 抬头朝那哥们看 就见吊在轴子上的 小子眉清目秀 短发 很精神 跟我年纪差不多 我瞧着他 他也瞧着我 互相看了几眼呢 那哥们儿惊喜地说 卧槽 你是浪总 哥们儿是你粉丝啊 我本来想去 那摇竹子 把他给晃下来 没想到 押给我来这么一句 听他的话之前 并不知道 我在波鱼里 那就不是 为了爷子的门下 那他会是谁 为了爷子 怎么能让他进来 我满脑子疑惑 我呀 还是先试探着 问了问 你是谁 浪总 我是风清阳啊 听到这个名字 我都傻了 风清阳 不是令狐冲的师父吗 这特妈都是 哪跟哪啊 结果愣神 那哥们儿 大头朝下 对我苦笑 哎呀 我就知道 你听到我的名字 会是这个表情 可也不能赖我 我爹给我起着名字 哎对了 你一定认识我爹 我爹就是风正刚啊 风正刚的儿子 我突然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的 风正刚来得及 没在助手 但也通知助手 到大厦即可 风清阳 肯定是风正刚的助手之一 也是他的儿子 找到林穷之后 听到风正刚进了波鱼 旧爹心切 也要进来 别人也没理由阻止 肯定是这么回事 不管怎样 都是外面来的兄弟 肯定也会棘手法术 等于哥们儿 多了个助力 先就来再说吧 我抬头对风清扬道 我踹竹子 你也使劲 倒退两步 猛的向前助跑 到了竹子跟前 使劲一脚 竹子一阵晃荡 风清阳还没来及说话 就从上面掉下来 我急忙闪身躲开 别砸到我呀 躲开得很及时 风清阳大头朝下的摔了个四仰八叉 三米多高的高度 整个身体 横着拍下来 我怕拍死他 急忙跑到身边 想翻过来看看死没死 刚一动 风清阳翻身而起 一把抓住我胳膊 问道 浪总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我很坦白地告诉风清阳 这里是妖精的宅院 看过白蛇传吗 主人就是小青 一般人很难相信我说的话 可风清阳不是一般人 他愣愣瞧了瞧我 一文而起 一惊一乍 哎哟 波鱼是法海的 怪不得内存这么大 能够中大活人 据说法海有九大法器 波鱼那只是其中之一 传说中用以降服白蛇 面对坏话的各种人形的妖魔鬼怪 想要拨金光一照 巨大的光热照射下 妖魔即刻显出原形 怪不得 怪不得呀 我发现风清阳 有点炸炸乎乎的不着调 更没个稳重劲 说话颠三倒四 但不像他跌那样装逼 倒着比较符合我的脾气 压得在我面前一边跺脚 一边喊 卧槽卧槽 那脸上还兴奋的 有些发红了 我又发现鸭肯定是个不安身的厨 你连是个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 就敢进来救你爹啊 听到我说 风清阳无奈 那老东西 不对 我爹本是不杀力 但太能嘚瑟了 装得挺烫 我老劝他没事别嘚瑟 要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嘚瑟不好 就得嘚瑟沟里去 我说对了吧 没嘚瑟对 要翻碗里头翻船了 嘚瑟到法海的波鱼里了 风清阳的语气对他爹颇有怨言不屑 就没什么尊敬的意思 看样子小时候没啥挨打 我无奈的刚想问问外面的情况 压得突然就问了 浪总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被小星给绑架了 他给我成亲呢 风清阳剑珠子瞪圆了就瞧着我 看样子想笑又没笑出来 憋得辛苦 指着我说 你要是蛇 我是你大爷 能帮忙就帮忙 不帮忙就滚带 哥们终于是抱走了 被蛇精给查上就够闹心了 本来以为来个能帮忙的 哪知道来了个不怎么着调的 还不如他那装逼的爹呢 帮忙帮忙 你咋不跑呢 肯定有故事 我这边玩里头带动一舵 咱俩一起想办法 你先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 反正跑也跑不了 没准这鸭子真能想出什么办法 就算没办法 风清阳长得也挺帅 实在不行推荐给小青 凭哥们的三寸不烂之蛇 没准能成 我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 跟他说了一遍 说完 风清阳拍着大腿就说了 朗总 你没跑就对了 在这地方啊 跑也跑不远 小青想抓你 比那猫抓耗才容易 咱们要对付他 就按照套路来 你忘了白素珍里头 去先给白素珍喝那个 熊黄酒了吗 白素珍写些些原型的事 咱们得学这招 不是 你跟我说这么多 能不能让我问你一句 你进来是进来了 能出去吗 我实在是太关心这问题了 一直没顾得上问 风清阳这小子太能得瑟了 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哥们光听他说了 思路都被他带走了 但还没忘记最根本的问题 风清阳打一哈哈说 浪总 你高看我了 法海的波鱼啊 压得据说是罗汉转世 金山寺住持 身上有九线佛门法器 厉害非常 白素珍千年舌妖都给收拾了 他的法器 我能破 说破就能破的吗 我要真有那本事 早就是造反 揍我爹了 我 我决定不跟这小子废话了 太特娘的不饶掉了 琢磨了一下 跑是跑不掉 只能是暂时拖延时间 让风清阳去找风正刚和李玲 再回来救我 只要来的人够多 我们几个合力 没准能跟小青有的一拼呢 风兄弟 我是跑不了了 你现在倒是没事 赶紧趁这功夫 去找你爹和李玲 找到了 就把情况说清楚了 再来一起救我吧 我觉得这个安排是最妥当的 正常人基本上 都会照这个思路来 但我没想到 风清阳不是一般人就算了 还不是个正常人 他很严肃地跟我说 朗总 你都这边 不是 你都落到这般境地了 还能替哥们着想 够义气 你够义气 哥们就不能不够义气 再也不能看着你日蛇不管 我这儿有艾草磨成的药粉 你偷摸的就放在小青的茶杯 或者酒里头 起码让他肚子躺着半天 就算是知道你跑了 也追不上 咱哥俩在一起去找 风筝钢的老货 风清阳义斌说 义斌从背包里掏出不少的瓶瓶罐罐 找到了一个递给我 热切地看着我 我看着手上这小瓶艾草粉末 疑惑地说 艾草辟邪我知道 可小心是千年蛇精啊 这点玩意儿能管用吗 你有熊黄没有 浪总你傻呀你 熊黄的玩意儿味儿太大 别说扔到酒里能闻出来 扔到马桶里都能闻出来 当年白娘子喝的熊黄 是仗着自己法力高深 去除许仙的疑惑 所以才喝的 艾草功效是差了点 但没那么大味道 再加上一道浮灰 应该就差不多了 说这话从包里掏出一张 蛆蟹画纱的符来 用大伙机领着呢 烧成灰烬 混在了这个艾草的粉末里 对我说道 这下功夫差不多了啊 不会比熊黄差 浪总赶紧的吧 赶紧进去洒在水里或者酒里 等拜堂成心啊 喝焦杯酒的时候 洒里头点 风轻扬的办法虽然不咋地 但我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是去试试嘛 顺着窗户进去 急忙走到桌子边 拎拎茶壶 里边还真有水 就往里头倒了一点 也不敢倒太多 怕有味儿 更怕成了酱火 倒完摇了摇茶壶 打开盖闻了闻 还真就是没有异味儿 现在的问题就是该怎么让小青喝上一杯下午茶 我琢磨着别硬要他喝 怕引起怀疑就不好了 实在不行就只能是见机行事 就在我琢磨的功夫 风轻扬从窗户外面就爬进来 进到门口躺一人说了 哎我靠 这都闹出人命了 我以为我进来之后 风轻扬就该去找他爹和李玲 这种事情不用说太明白 没想到鸭的竟然跟进来了 我惊讶的说 你不去找你爹和李玲 进来干什么呀 保护你浪总 你说我偶像 你主人的节目 哥们每期都看 咋也不能扔你不管 我爹暂时没危险 而且据我所知 他也是出不去 你猜他会不会来找小青的麻烦呢 哥们不费那王八戒 就在这守着你 关键时刻还能帮把手 你别管我 帮你的 我钻床底就行 说这话一出流 真钻床底了 哥们都无语了 坐在椅子上出神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仔仔细细的想了会儿 还真是想不出个什么好主意来 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看着床上的吉福 哥们一咬牙穿上 把小青糊弄高兴了 先灌迷魂汤再灌茶 哥们无畏杂沉的换好吉福 昏袍大袖的这叫一别扭 摆弄了半天 才算是穿得像模像样点 我把索纹牌憋在腰里 装黄服的马甲套在吉福里 试着活动几下 还算是可以 把自己整列出了 深吸几口气 冷静了一下 决定先试试 哥们穿着吉福站在门口 刚想喊小青 却见他捧着我的手机 急匆匆的一脸惊慌而来 见了我大声道 相公 相公 你送我的宝贝 刚才滴滴的直响 现在什么都没了 也不亮了 是不是坏了 是不是坏了 有点赖 如果有点赖 Está干涼的 我来做 你去乓